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包含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手术灯 然后内视镜 然后环境摄影机 然后甚至是说身体监控仪 就是我们在2022年的另外一个计划就是 除了把脂肪抽出来 其实脂肪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我们希望可以让它再填补回去我们其他需要的地方 这个摩滴的材质是第一次新的国外材质引进到台湾来 所以也就造成了台湾市场的一阵风鸣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科技 所以我们叫做记忆果冻 因为它会有它的memory shape 记忆作型 哦 有点像记忆整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它又不失它的柔软 所以如果说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柔软跟有弹性的 今天当然就是 因为其实大家本来都觉得可能只能线上半而已 对对对 对最近疫情平缓了然后重新开箱 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已经上了一整年的线上课程 跟实体课实在是不一样 比如说像媒体啊龙胸啊体雕这些 就是蛮多方面的 是技术上还是说是资讯 你觉得表现很好 我觉得都有 因为包括资讯上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器材 包括外面的这些摆摊 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医师本身的课程 那个演讲者的分享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然后就像是那个超能电匠 它就是一个新产品嘛 所以新产品的话就是 就都了解了很多 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过去以来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的一个solution 所以说我们公司在去年 在年... 去年年底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就是叫RenewVent 这是美国的一个产品 这样的一个超能电匠 它的目的 它的用意就是要解决 所以不管是用任何方式来抽纸完之后呢 会达到皮肤紧致的一个效果 至少参加了应该也有个五年的时间了 然后从一开始 摊商没有像现在那么多 然后慢慢慢慢一直进步到 现在这样的规模 然后还有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一些 这个大师啊 然后还有一些各种不同的新的仪器啊 以及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介绍 所以觉得还蛮不错的 而且每次来这边都有蛮多新的收获 或者是对是这么多的 然后这边有个玩法 为大家让他们感养的 在这边多分 Basically 你能如何发生的 没错 所以那边的 我们会有关于 那边有什么 那边有什么 对 那边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